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Range的使用 Range这个函数是非常非常的常用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看一下知识链 Range函数干什么的 它用于生成数列 比如说咱们想要一组数列 或者说一组数组 从1到5 从1到10 从3到15 从15到18 对吧 咱们想要这个数列 该怎么做 就用Range函数 Range什么意思 英文 范围 对吧 对 咱们生成一个数组 数列的范围 好 该怎么做 马上开下实战演习 稍等 我这马上运行 咱们加一个文件 然后咱们边运行 边讲解 这个方法真的是挺不错 是 自卖自夸 好 咱们先运行第一部分 看看这Range函数 该怎么用 试试一下 咱们老规矩 左边是代码 右边是运行结果 注意看 Range 范围 顾名思义 通过调用这个函数 它会给咱返回一个范围 肯定是多数 多个嘛 既然返回多个数字 那么咱们是不是要通过Full 进行循环 取到每一个内容呢 对 好 咱们看 我这简单调一个Range5 说明什么 我按错了 说明它给咱返回5个元素 那么这5个元素分别都是什么 注意看 我运行 马上看结果 好 注意看 Let's go 大家去看 Range5 也就是说输出0到4 整数 对吧 D加1 下标是0 输出5个 01234 没问题啊 注意 这个写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没有之一 这个对于咱们来说 这个其实很简单 以前咱们做这个其他的代码 用于这个Full循环 大家还记得吗 我给你写一个 比如咱们用C元 Full循环怎么写 inti等于0 然后i小于5的时候就循环 然后是i++ 对吧 咱们写C元 写更元 不都这么写Full吗 对吧 来定义咱们所循环的次数 对吧 在Python当中就不这么写了 这个我给您备注起来 你作为参照 在Python中怎么写 就像我这种写法 上下的结果是一样 没有问题吧 好 那么咱们看看 它还有没有其他的用法 注意啊 这两个写法等效啊 好 咱们再看看其他的 指定范围 怎么指定 跟刚才一样 只不过我在5的前面 加了个1 两个三数 第一个是1 第二个是5 意思代表 从1开始一直到5 输出的内容是 1234 注意 没有5 输出的内容 它是小于这个最大数的啊 好 咱们试试啊 空口无评 看结果 够 稍等 上面得屏蔽起来吧 否则咱看不到 看串了啊 稍等 上面屏蔽起来啊 好 咱们看啊 再来一遍 清一下屏 够 看 1234 换句话说 这是from 这个呢 是2-1 这么厉害就可以啊 这行代码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这for里面该怎么写 相当于咱们for里面该怎么写 java跟c云 csharp都一样 该怎么写 相当于这个地方 初始值 由0变成1 哎 大家看 是不是就上面这个python代码 但是您觉得这个代码哪个更简洁 肯定python更简洁嘛 而且python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大括号的代码块 嗯 python好啊 python真的挺好的 大家跟我一起学python 咱们一起学python 今后还要学科学计算呢 好 再接下来 生成数组 咱们刚才做的这个地方 注意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生成的不是数组 是润脂范围 是润脂对象 咱们要把生成的这个对象 转换为数组 该怎么做 看啊 就这样 我润脂呢 从1到5 从1到5减1 没问题吧 然后加一个粒子的函数 把这个润脂对象 变为这个数组 然后呢 咱们再输出数组啊 为了方便体现 咱们这样做吧 在这地方我打印两个 一个是Pulinto Pulinto 然后这个呢 是打印出来 润脂1到5 没问题吧 它们俩是一回事 然后呢 我再打印一个 Number 就是经过List的润脂1到5 看它两个输出 有什么不同啊 上面这我评不起来 免得打扰咱们 好 咱们看这个三行代码啊 注意看 数组与润脂的区别 够 大家请看 第一个输出是什么 润脂15 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一个润脂对象 接下来 我加了List之后的这个Numbers 这才是真正的咱们编码中所需要使用的数组啊 注意这是它们的区别啊 但是咱们在缝循环时候是看不出来区别的 但是咱们在输出的时候是能够看出来 它们一个是润脂 一个是数组 不一样啊 OK 这就是一个小知识点啊 要掌握 基础知识啊 要掌握 接下来 接下来就简单了 咱们通过这个润脂方法 咱们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特殊数组啊 比如说 注意看啊 比如说 我要说出这个基础数组该怎么做 对吧 基础一般是从1开始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再看看 行 润脂从1开始到多少 这无所谓 然后呢 注意这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2什么意思 不长 每隔两个取一个 也就是说 我其实是1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跳2 我取3 再跳2 取5 哎 这是基础数组 对不对 那么 我这开头不从1开始 从2开始 看下面 就变成偶数组 对不对 不长是不变的嘛 不长永远是加2 但是呢 我是以1加2 还是以2加2 来得到是基础数组 还是偶数组 不知道 您听明白没有 不难啊 好 马上试试 看看这两个代码 这四个代码 输出的内容啊 注意看 勾 哎 大家请看 上面这个是基础数组 下面这个是偶数数组 没有问题 比如说 我下面的数组 改成从0开始 肯定它就从0开始 对不对 没有问题 OK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个 认知的方法 很简单的 就用生成基数 还是偶数 两种不同的数组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您通过这个都觉得 哎 蟒蛇真是很灵活 我爱Python 就是感觉啊 好 咱们试试啊 不吹它 不吹它 其他语言 当然有其他语言的好处啊 接下来 我先把上面屏蔽掉 接下来 看如何处理函数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几个函数啊 我给您介绍一下 比如说 咱们这有一个数组 怎么写的无所谓 里面数也是乱的 对不对 你看 有大有小 有高有低 是乱的吗 对不对 我给您介绍三个函数 分别是 min 取最小值 max 取最大值 三 数组 求和 求和逻辑是咱们今后在这个科学计算领域经常常常用的 不过 数组在这个科学计算里面相对比较少嘛 都是矩阵啊 什么比较多 向量比较多 比较量 这个咱们今后有时间再讲吧 好 咱们看看 这三个函数给咱们输出结果分别对不对 我要最小值 最大值 同时还有它们的取核 对吧 试一试啊 go yes 大家请看 1 最小嘛 我是从1到10 里面10个元素 然后呢 最小值肯定是1 最大值是10 然后呢 从1加到10是多少 55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输出55啊 没有问题啊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这个写法呢 稍微有一点特殊 这个 但是呢 我作为一个知识点呢 应该给您介绍一下 它呢 也是Range使用力之一啊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稍微有点难 lambda式 lambda式不光是在python中有 其他语言中也都有 但是其他中的 这个lambda式和python一样 理解起来都相对有一点点困难 为什么 它的语法堂非常的精妙 但是呢 可读性相对较差 相对 不是说绝对较差 是相对较差 看一下 呃 我这定义了一个数组 Numbers 但是数组内容是 大家请看 原理物理吧 好 咱们把这个lambda式拆成两部分 先看这部分 这部分是不是就是一个标准的循环 for 循环谁 循环Range从1到5-1 从1到4 循环从1到4 就是负循环吧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循环相当于是循环了4次 1 2 3 4 对吧 OK 然后每次循环的值 是这个VAL 对吧 然后注意看 每次循环 我把每次循环的值 乘以了一个2 可以吧 比如说 第1乘以2 然后呢 第2个是2 再乘以2 得4 第3是3 再乘以2 得6 第4是4 再乘以2 得8 所以说咱们得到的这个数组内容是 2468 对吧 试一试啊 下面这个我将给它屏蔽起来 lambda是稍微有难理解 初学诈链的朋友 看到我这个地方 可以说 您不用理解它 以后我会有机会给您讲lambda是 现在不用理解 好 运行 看结果 诶 2468 为什么2468 如果我这不乘2 不乘2就相当于是说 我就仅仅是循环了一下 range1到4 然后呢 把每个值付给这个数组 看一下 这是python非常简洁的写法 没关系 您理解不了lambda是没关系 今后我会找专题专门给您讲 因为什么java 各种语言中都有lambda是写法 好 有朋友说 我就是不理解 但是我还想生成2468的数组 该是怎么做 有没有等价写法 就是下面 下面是上面这个的等价写法 大家请看 我下面这个代码 先定义了一个空数组 然后大家请看 做一个循环 这个for 跟这个for 是完全一样for 他们循环内容是一样 然后我在下面这个for循环里面 给这个数组增加元素 这元素呢 是每个循环节的值乘以2 没问题吧 上面的lambda是可以等价写成下面的写法 初学者朋友可能说对于下面这个写法比较好理解 为什么 它的可读性比较长 比较强 但是呢 代码稍微比较长 对吧 看您怎么做 联用写法都可以 可能书院的朋友喜欢lambda是 初学者朋友可能喜欢下面这个可读性比较强的代码 都可以 这个没有好坏之分 好 运行 看一下结果 go 两个输入结果呢 都是2468 没有问题吧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我认为 认知函数的使用方法真的不是很难 但是我今天给您讲解的lambda是这地方稍微有点难 如果您觉得这个地方难的话 可以把下面我这个lambda是的地方忽略掉 您先去理解认知函数的使用方法就可以了 OK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会传到YoukuYouTube 还有B站 供您下载观看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订阅一下我的网站 咱们今后再一起学习吧 好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